嗨 大家好 我是屎屎 今天日期是1月26號 日本呢 在1月大概中後期的時候呢 會有一個非常非常非常厲害的大特賣 在Lafolle舉辦 因為它便宜的程度是 直接隨便賣一件衣服可能原價一萬五千 它直接全部賣一千日幣 今天呢 就是要實際帶大家去看看 這個戰場到底有多精彩 那我們就走吧 GO 全部一千塊 大家看一下 這個牌子 超便宜 像這種花車來的都超便宜 這其實蠻多人強的 超多 這些也是蠻有名的 這次來查 還超多人的 它是貓咪的 打完則是6900日圓 為什麼 原價是多少 這牌子應該很少 那其實有貼蠻多的 所以本來這邊就報十字要買一千多的東西 對 你看後面有被指說有點髒 有點髒 為什麼 這邊是一條一 因為它們也太怪了吧 買商品的話就可以 跟它拍照 這個牌子 我最近買了一個雜誌 那現在也是什麼東西 這樣子 蛋白而已 好便宜喔 超便宜 完全看不到 你比一下 五格一千五耶 超便宜 任選五格一千五 超便宜 很誇張 其實有這種 爆毛的耳環 爆毛 爆毛 然後有這種比較正常的 正常版本 這什麼 好啊是髮圈 這你用得到嗎 好像也還好 哈哈哈哈 因為它還有一些鞋子 對啊 喔 東天 東天 再來看 這好特別喔 你 不懂喔 這 這有點可怕 欸 這 的感覺 這上面這個 也太大了吧 好多喔 各式各樣 全部都五百塊 這五百嗎 真的假的啊 可是它這邊寫一千五耶 嗯 五百錢 難怪 不過還是很便宜 超便宜 而且它袖子是那個 對 嗯 嗯 嗯 剛剛那要點毛鞋 是耶 現在突然又特價了 真的啊 所以全部都一千塊 然後店內就瘋了 這也是一千塊 店內又瘋了 所以那些也都一千塊 當然滿便宜的 但是不要吃看 好 超便宜的 超便宜的 好 我現在已經回到我們家 這就是我今天的戰利品 兩件毛衣 一件540塊 兩件1080 這很誇張到不行的便宜 重點是它雖然是放在花車裡 如果你拿去結帳的時候 它一樣會拿新的給你 短板的毛衣 是這樣子的 尖 比我想像的 挖得還要大 背後看起來是這樣子 整體看起來是這樣子 然後這一件的話 我想像這樣子的 590塊日幣的衣服 直接變500塊 真的超扯的 這個到底是什麼特賣啊 500塊的毛衣耶 500塊是日幣耶 真的超誇張的 因為它是短板的 所以有時候冬天你想要穿一些裙子 然後毛衣很太常抓進去 會顯得小膚很大 短板的話就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一開始我本來還甘心它會太軟 但我也不會 旁邊有這個球球的設計 就很可愛 蠻喜歡的耶 然後再來是 一直一直很想要的 這個牌子的外套 因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好搭 你知道那種要掉不掉的 本來也蠻流行這樣穿的 差不多是這種感覺 這個是我一直一直都非常非常想要 而且這一件呢 它真的非常的好搭 而且因為它是短板的 可以拉長你整個身體的筆 這樣子 那給大家看 下面的話大概 是這樣子 拍不到全身 就是這樣啊 好 OK 跟上次比起來的話 我已經瘦鍊了非常多 那包括大家很常看到我穿那一件 就是比較高暖的外套 那今天也是我花了3000塊 在特賣的時候買的 幾乎是一整的價錢 如果大家呢 是為了購物 要來日本的HUB 非常建議你們可以安排 這個時間來 順帶一提呢 除了LAFOLE之外呢 其他地方也都是有在做特賣的 因為它等於是一個 微換季春夏款的東西 在這個時候也會出來 反正就不管是新款 還是舊款 在這個時間來買 都會變得非常非常的便宜 那如果大家呢 剛好也有想要來日本購物的話 也建議可以這個時間 安排這個時間來日本 做一個瘋狂的購物行程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影片分享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 不要忘記幫我支持影片按個讚 按訂閱按鈴 就可以收到最新的影片訊息 那我們就下一支影片見 我們下次見 一下支影片 JOTC 唯一 2 2 5 6 6